看一下你们熟不熟悉这个课本 这个课本是六年级上册 中国九年义务教科书语文版的 这边的话无论是语文数学 科学 地理 物理 生物 英语 都是用中国出版的 这个是六年级的化学 大家都很熟悉吧 从明年开始的话 我们瓦帮会学自己的历史 中国的历史也应该会学的 因为我们这边只有初三 初三读了之后要读高中的话 要去中国去读了 大学要去中国去读 看一下这个是中国的 这个也是 这个都是中国的 这个是 缅人 今天我来到南东中小学校 看一下这里就是学校 我们整个南东的话有三千多名学生 这边的话主要就是以中文为主 另外的还学瓦文 缅文 英文 学校的基础设施都是和中国一样的 他们也不能穿拖鞋 只能穿凉鞋 因为我们这边穿鞋子的话太热了 现在我们瓦帮正在实行科教新帮 相信再过几年我们瓦帮的话 教育会发展得非常好的 目前我们北瓦这边的话还没有高中 就只有初中 但是南瓦那边有一所同班高中 看一下密密麻麻的都是学生 校服就是白色的衣服 绿色的裙子和裤子 男生也可以穿裙子 昨天晚上有一个朋友在微信上面问我 我们这边的房价如何 我们这边的话没有房地产公司 不像中国一样盖一大洞 然后一个人买一间 一个人买一间 我们这边的话你可以到街上去租房子 一个月的话也就差不多五百到一千的房价 也要看房子的位置 还有房子的好坏 也有比一千更高的 环境更好的 如果说你想要房子的话 只能自己买一块地 自己设计 自己盖 然后自己装修 就像对面的房子一样 工人在装修 工人在盖 自己设计 欢迎大家来瓦帮啊 两位欢迎你们 记得点赞啊